山上居農会跨区来做爱心 那特别也很感谢包括小北 包括夜市还有企业 认购了200箱的凤梨 跟着认购了100箱的这个凤梨 然后还有我们山上居農会捐赠了200颗的这个凤梨 那给我们所有的弱势关心我们的弱势 不管是长辈或者是弱势的妈妈们 那所以我们今天又邀请了在地的许多会女长 一起来共襄盛举 也感谢山上居農会发起的爱心 也更感谢我们包括小北 观光夜市 还有很多企业好朋友 认购这100箱的凤梨 还有加上山上居農会所捐赠的200颗凤梨 我们一起送温暖给所有社区的爸爸妈妈们 还有肉丝朋友们 那也希望他们能感受大家的温暖 更提醒大家要好好一起来吃凤梨 毕竟我们本来 其实是这个中午吃 比较酵素等等 营养成本非常高的 但是咧 咱们要怎么复杂 后面可以提供水 就是要够赠很多 所以这次我们跟山上居農会 这回来合班做认购 也希望抛砖引玉 跟我们在地的领域一起来推动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那其实欧来啦 除了做水果价 它也可以入菜 很多元的一个处理方式 所以咧希望说在疫情当中也不要忘了农民也很重要 如果说没有帮他们帮忙推销 其实每年都会有这样的过程 因为其实我们的欧来 会成三両很高 大家说这样是不是用于中国 没有给我们买 我们怎么做这个营销 其实不是 是每年我们都会做这样的一个推动 然后行销 那现在其实从中国的这些市场 现在已经转到日本 其实日本给我们买三両 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现在是多元化 找很多的通路商走向全世界 然后我们不把鸡蛋放在中国的这个篮子里 那当时他要跟我们说 用政治因素来打压我们不知道 我们干脆自己找活路 我们找了世界各国 很多的一个协助的好朋友 来帮我们推动我们这些农产品